我們今天講到莫米糕 他要收拾尼克 他電話對尼克說 尼克,我還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我們有個伙計在第九個五街和約克大街轉彎那一串 就留下了一輛車,是黑色的 卡馬洛牌轎 車匙就放在遮陽板後面 今晚我們有事意,想用一下那輛車 你把車開來這裡,好嗎? 好啊,老闆,你何時要車呢? 我現在就要 那我立刻來 好,再見尼克 收了線 莫米糕放下的電話 他都不知多希望自己能親眼看見尼克 在那輛轎轎的炸死的情景 但他沒有空 他還有很多急事要辦 甚麼事呢? 他想白真花馬上就要回來 莫米糕要搞定他,有很多事要做的 話分兩頭 現在又說回秘密審訊柯唐馬的事 這一日 他們準備將柯唐馬在法庭作證拍成電影搬上銀幕 所以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的大會議廳 就搞成好像電影攝影棚一樣 地區檢察官蕭樂伯就極力主張這樣做 大家亦同意 因為這樣做呢,又保險 又可以將一切都記錄下來 好了 現在就拳柯唐馬一個人 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在法庭開審之前的最後一分鐘 就要帶他來大廳 那現在柯唐馬在哪裏呢? 在他爐房那裏 在爐房裏面跟司法部一個工作人員交談 這個人叫做特里 特里是專門負責為希望 消聲歷跡的證人提供新的身份證 這次美國政府準備在柯唐馬出庭作證之後 就送柯唐馬去一個任他選定的國家定居 當然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 還為他提供新的身份證和簡歷證明 柯唐馬告訴特里 他要求去巴西定居 那特里說這個容易 照柯唐馬出庭作證一員 新的身份證就可以送到他手 跟著就可以上飛機直飛巴西 那兩個達成了協議 柯唐馬看著特里走了之後 他心裡很得意 哼,我到底贏了 莫米糕你低估我的力量 你就犯了個大錯誤 而這次你這一世人犯的最後一個錯誤 我柯唐馬馬馬就會把你打回在地 使你永無翻身之日 一想到今天的作證會拍成電影 柯唐馬就更加得戚 他想,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跟我化妝 他對著掛在牆上鏡子,仔細地看看自己 不錯,不錯 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有這樣的容貌都認真不錯 我年輕貌美的南美姑娘 就喜歡我這種頭髮灰白上的年紀的人 過了一陣 一個海軍陸戰隊的忠士就拿飯進來 忠士將飯菜分成兩份放在桌上 柯唐馬奔奔有禮地笑一笑 就在桌邊坐下來 今天吃的是燒牛扒 看樣子,燒得半生半熟,適合胃口 還有焗薯仔和布甸 但他不食字 他在等 那個海軍陸戰隊忠士就拉了一張椅子過來 在他對面坐下 忠士拿去刀叉,切了一塊牛扒肉 就放進口裡吃了 這一點也是華萊伊少將的主意 現在柯唐馬很夠威 他就好像古代的君主一樣 有個侍從專門試過的東西才給他吃 柯唐馬看著忠士逐樣逐樣試過燒牛扒 焗薯仔和布甸 他就問了 味道如何? 老闆說一聲 我是喜歡吃熟一些的牛扒 柯唐馬拿去自己的刀叉開始吃 哼,他忠士都不會吃 牛扒其實都不知道燒得多漂亮 薯仔又加了奶油,熱氣騰騰 布甸做得很軟滑 柯唐馬吃得很滋味 他拿一瓶芥末滲到牛扒上面 吃第一口沒事 當他吃第二口的時候才發現有些不對勁 他突然覺得嘴好像著火一樣 而這些火似乎一下就燒雲全身 他喉嚨塞住 然後他大口大口呼氣 那個海軍陸戰隊忠士坐在對面 傻了地看著他不知道什麼事 柯唐馬拼命用手揮自己的喉嚨 竟然想告訴忠士說出了什麼事 但他什麼都說不出 他覺得那把火迅速向著全身擴散 痛苦到極 突然間他周身一陣抽筋 然後一下僵了 向後啪一聲就打到地 咦 中士看了他一陣 然後彎下腰 回到他眼皮一看 知道他確實死了 這個時候他才會大喊救命 柯唐馬中毒死了 蕭洛伯立即在美國法院大樓召開一次緊急會議 出接會議的有溫亞當 蕭洛伯 華羅伊少將 以及聯邦調查局 司法部和財政部總共六名代表 會議一開始 蕭洛伯就說 究竟會什麼事 我早就告訴你 華羅伊少將 柯唐馬對我們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華羅伊少將無可奈何地攤在雙手說 我們採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護措施 現在我們在調查 他們是怎樣把你輕清算偷偷地帶進去牢 我真的不理他們怎樣帶 總之 柯唐馬已經死了就是了 財政部的代表就問 柯唐馬之死對我們究竟有幾大害處 這真是不得了 將一個人帶上證人席是一回事 只是出事大量帳本又是另一回事 你等著來看 那些律師都不知道多厲害 馬上就會說那些帳本是偽造的 財政部的代表又問 我們今後怎麼辦 蕭洛伯就回答說 我們繼續做下去 白真花馬上就從新加坡回來 我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打倒它 同時我們可以利用白真花的倒台 使得莫米糕一起倒當 阿當 阿當 你看這樣可以吧 溫阿當覺得自己好像得床大病 他說了一聲 對不起 然後離開了會議室 那白真花又怎樣 現在我們就說說白真花 這一天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246班機 上午7點半 在英國倫敦的希斯羅機場降落 那些乘客全部不准起身 等白真花和聯邦調查局那兩個人走出飛機 走進了機場安全辦公室之後 那他們才放行 白真花就很想看一下報紙 他想搞清楚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那兩個沉默的陪同者 即聯邦調查局那兩個人 就不准他看 也不跟他交談 過了兩個小時 他們三個人就上了一架環球航空公司 飛去紐約的飛機 當那個飛機在紐約肯尼迪機場降落的時候 又是跟在倫敦那時候一樣 所有的旅客不准離開座位置 等白真花他們三個人走幾分鐘之後 旅客這樣才准下飛機 白真花他們一出機場門口 就有一輛官方的轎車等著 一送就把白真花送去賴克斯島 各位 我們前面也說過 賴克斯島上面有一座全國最大的監獄 困在裡面的 百分之九十五是犯了嚴重罪行的人 現在白真花就要困在這裡 在去賴克斯島的路上 三個人都保持沉默 白真花坐在轎車後排 兩邊兩邊各坐一個調查局的人 白真花一聲不出 他非快地在這裡估計自己的處境 和可能會出現的結局 由倫敦飛到紐約的整個旅途之中 這兩個人總共才說幾句無關痛癢的說話 所以白真花就根本無法知道自己的處境究竟壞到多壞 他知道問題是很嚴重的 因為在外國引導他回來 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想 他如果進入監獄 就沒有辦法自己救自己 所以他首先考慮的是 切法使自己能夠保釋出去 當車走上去賴克斯島的大橋的時候 白真花看著窗外熟悉的景色 真是不禁感慨萬千 這些景色他曾幾十次幾百次看過 不過那時候 他是去跟當事人談話 而今天自己就成為罪犯 不過他就想 不會很久的 米高會救我出去 所以他去到監獄的接待樓 白真花立即向衛兵提出要求要打電話 他得到同意之後 就立即打電話給莫米高 莫米高一直在等著白真花的電話 過去這二十四小時之內 他除了等電話 把其他一切都忘記了 他知道白真花什麼時候到達倫敦 他所坐的飛機是幾時離開希斯羅機場 以及他幾時幾刻回到紐約等等 因為有人不亦地向他通風報信 他坐在辦公台旁邊 想像著白真花坐車去賴克斯島的過程 他想像白真花走入監獄 他知道白真花在混入牢房之前 一定會要求打個電話 而且這個電話一定是打給他的 他所需要的就是這個 他會在一個小時之內把白真花救出來 使白真花能夠回到自己身邊 莫米高現在保住的命 就是為了等待白真花 濫入他自己的房門 白真花犯了不可遙控的罪行 他把自己整個人都交給溫阿當 溫阿當想把我莫米高置於死地 白真花還給了什麼給溫阿當呢 他向溫阿當透露了哪些機密呢 溫阿當無疑就是佐治的老爸 現在莫米高對這點確信無疑 白真花一開始就騙了他 說什麼佐治的父親已經死了 哼,死了?當然死了 現在我就要他死 這個莫米高很矛盾 非常矛盾 一方面 他手上掌握著足夠使到溫阿當聲明狼藉的武器 說這麼容易 可以整垮溫阿當 他可以利用公開溫阿當和白真花關係的方法 來向溫阿當敲詐勒索 但是如果他這樣做呢 他同時暴露了自己 為什麼? 如果黑手黨的家族知道了 而他們一定會知道的 莫米高的女人 原來是調查委員會負責人溫阿當她情婦的時候 莫米高就會成為笑柄 以後在眾人面前他就抬不起頭 莫米高也不洗子 再發號施領 因為帶了綠帽的人 是不配受人尊敬的 所以鵝詐威脅 簡直是一把雙刃尼劍 兩邊都很鋒利 沒錯看上來很厲害 但是莫米高的心知肚明 自己不敢動他 他一定要用另一種方法來消滅自己的敵手才行 莫米高現在全神貫注 這樣望著擺在自己面前一張小小的草圖 這張是溫阿當 今天去參加一次私人募捐萬宴的路線圖 莫米高 花了五千美元才搞到這張圖 有了它 就可以將溫阿當置於死地 就在這個時候 莫米高桌上的電話零響 他拿他的電話一聽 沒錯白真花聲 白真花說 你是米高啊 是 你現在在哪兒 他們帶了我來賴克斯島 他們以殺人的罪名關押我 保釋還未能辦 你什麼時候 我馬上就保你出來 耐心點等著 嗯 好啊米高 我現在派加根諾去帶你回來 是這樣 收了線 過了幾分鐘 莫米高就拿起電話 撥了個號碼 接通了 他對話筒說了幾句 然後他說 保釋金要多少我不在乎 我只是要他馬上出來 打完電話 他按一按桌上的按鈕 加根諾就走進來 莫米高說 白真花現在賴克斯島 一兩個小時之內就會放出來 你要接他來這裡 好的 老闆 你告訴他我們過了今天 就不用擔心阿當 蛤?真的嗎?老闆 當然是真的 他現在坐車去一個地方演說 但是他永遠都去不到那處 他就會在新加南大橋上面出事 蛤?哈哈 這樣就好極了 波士 莫米高對著門口打了個手勢說 你去吧 那加根諾就去了 要保釋白真花就不是那麼容易 而地區檢察官蕭羅伯就揭力反對 他和代表白真花的律師 那個律師叫做賴若翰 去見紐約最高法院的法官貝奈特 蕭羅伯就對法官說 國下 被告被指控犯了十幾項嚴重的罪行 我們剛剛將他在新加坡引渡回來 如果他獲得保釋 那麼他就會逃跑去某個我們沒有法治引渡的國家 我要求國下拒絕保釋 賴若翰律師就反駁他說 法官國下 地區檢察官嚴重地歪曲了事實 我的當事人 過去從來都沒有逃跑去什麼地方 他去新加坡為了辦理事務 如果政府當時要他回國 他一定會自覺自願地回來 作為一名本地律師 他開業範圍很廣 又遠近聞名 簡直很難以想像他會逃跑 就是這樣 爭論進行了半個多小時 爭論結束的時候 貝內特法官就說 同意以50萬美元保釋被告 賴若翰律師就說 多謝法官國下 我們現在就付保釋金 過了15分鐘 加根諾已經扶著白真花坐進一輛轎 加根諾問 扮你保釋手續時間不算長吧 白真花沒有回答 他在想到底出了什麼事 在新加坡的時候 他完全和國內耕絕 都不知道美國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他相信 他的被捕決不是孤立的行動 被追捕的也不可能是他一個人那麼少 現在他此時此刻 最需要的就是跟莫米糕聊一下 他了解事情的原原本本經過 趙諾白如果想以殺人的罪名 將他重新投入監獄 手頭就非有十分可靠的證據不可 白真花就白真花在想 加根諾一直沒有停口地說話 加根諾說什麼呢 白真花根本就沒有心臟 咦? 但是加根諾說出來的人名的時候 就引起了白真花的注意 加根諾說什麼呢 他提到溫那當 白真花在沉思之中下紮醒他問 你說什麼? 沒有,我說我們以後就不用擔心溫那當 米糕正派人去做瓜他 白真花覺得自己的心跳 啪啪啪跳 什麼? 什麼時候? 加根諾看看手錶 大概十五分鐘以後 這次安排得好像出了車禍一樣 在…在哪裡? 準備在哪裡動手? 在新嘉南橋上面 他們的車現在正是來到昆市路 前面就是商業中心 那麼,白真花就說 吉諾,在商場門口停一停 我想買些東西 好啊 加根諾下車,駛到商場門口停了車 他說,你想買什麼?我和你買 不用了,我自己去,我很快就回來了 白真花下車,匆匆忙忙走入商場 他突然緊張起來 他直接向商場後部電話亭那裡 他拿出銀包 糟了,裡面除了幾個新加坡硬幣之外 又沒有零錢 因為打公共電話要入美國硬幣的 他趕快走去出納員那裡 在銀包拿出一元 他說,請幫我找些硬幣好嗎? 那個出納員很不耐煩地拿過錢 給了他一堆硬幣 白真花就飛快地衝到電話機前面 這麼巧,有個肥肥的女人 剛剛拿起話筒,開始撥號碼 白真花就說,對不起,我有些急事 可不可以讓我先打呢? 那個女人對著白真花瞪了眼 不理她,繼續撥號碼 那個女人打完電話,轉身對白真花說 我本來想打多個電話,來教訓一下你 讓你先打 我又有急事 那個女人很得意地笑著走開了 白真花真的沒那麼空和她吵架 她立刻拿起聽筒 打電話去溫亞當辦公室 溫亞當就不在那裡 她的秘書又不知道現在在哪裡能找到她 急到白真花就死了 她收了錢,站了一會兒 在那裡想啊,想啊 然後她又很快地撥了個號碼 她要找蕭樂伯 登了不知多久,終於打通了 那邊說,這裡是地區檢察官的辦公室 請你請蕭樂伯先生聽電話 我是白真花 對不起,蕭樂伯先生正在開會 她不能離開會場 請你一定找她來聽電話 事情十萬火急,快點快點 白真花聲都震了 蕭樂伯的秘書猶豫了一會兒 請你等等,很快去蕭樂伯來聽電話 什麼事啊 你聽著,你好好聽著 溫亞當就要被人殺害了 時間是十至十五分鐘之後 他們準備在新江南橋上動手 蕭樂,白真花放下電話 她能夠做得到的事已經做了 現在再沒有什麼事可做了 當麥高見到白真花搭進自己辦公室的時候 心裡不停泵泵地跳一下 白真花真是漂亮,是個美人 這個美人曾經屬於她 但是現在,完完全全背叛了她 白真花一字走進去一字說 說,米高,見到你真是高興了 好多謝你把這一切都安排得這麼神速 沒問題,我一直在等你啊,真花 白真花永遠都沒辦法搞清她這句話的份量到底有多重 白真花在一張扶手椅上面坐下 她說,米高,出了什麼事啊 莫米高仔細地打亮白真花 她說,很佩服她 她暗中幫助政府摧毀了她的王國 現在還裝得這麼像 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萬個文出了什麼事 白真花又問 你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把我引導回來 莫米高想,我當然知道 這樣你就可以向他們提供更多情報 她又想起那隻 咬斷了頸的小小的黃色金絲掌 這樣的結局馬上就要輪到白真花 白真花看著她的雙眼 米高,你挺好的嘛 我從來都沒有現在這麼好 不用幾分鐘 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 溫娜當參議員 馬上就要出車禍 這樣就會大大削弱了調查委員會的力量 莫米高摸一看牆上的鐘 我馬上就能夠接到電話 莫米高的舉動有點古怪 見到真是心寒 白真花突然覺得危險 他知道應該馬上離開這處 於是他站起來,他說 哎呀,我還未能打開這行李 我要去,坐下 莫米高這麼一渴 使得白真花無骨悚然 米高啊 坐下 白真花對著門外看了眼 只見家根樂正站在那裡 背部躲在門外看著他 很冷漠地看著他 莫米高說 你哪一處都去不了了 米高,我不明白 別說 不准你再說聲 他們就坐在那裡 你望我,我望你 沉默笼罩著整個房間 唯有牆上那個鐘發出滴答 滴答的聲響 白真花想在莫米高那雙眼神裡面 看出些什麼 但是那雙眼是一片空白 什麼都沒有透露出來 嘩 電話鈴突然響了上來 打破了房間裡面死一樣的直證 莫米高拿去聽筒 喂 確實是這樣 好吧 撤去 他放下聽筒 擔高頭看著白真花 新嘉南橋上面佈滿了警察 白真花心上一塊大石頭落地 他高興上來了 莫米高看著他 白真花揭力不用讓自己的感情流露出來 白真花問 這是什麼意思 莫米高說了 沒有什麼 因為那樹 不是溫那當歸宿之地 哦 那不是新嘉南橋來暗殺溫那當 又在什麼地方動手呢 新澤西州高速公路上有一道商橋 這道商橋在地圖上就找不到 他打橫跨過分隔南北安博伊的來里頓河之後 就分叉成兩座橋 一橋就向北一橋向南 現在溫那當坐過轎車 在柏斯安博伊西部行駛 就對著南大橋飛快地駛去 溫那當坐在車的後座 他旁邊坐著一名秘密警察 前排座位另外有兩名秘密警察 六個月之前 雷格來就受命擔任溫那當參議員的貼身警衛 這六個月以來 他們溫那當已經非常了解 他一直認為溫那當為人坦率平易近人 但是很奇怪 今天參議員一直沉默不出聲 變得很孤僻 一定是碰到很棘手的事 雷格來想 他認為溫那當參議員 絕無疑問 一定會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 他又責任保證他的安全 他再一次檢查了那些 確保參議員安全的防衛措施 一切正常 他覺得非常之滿意 是的各位 究竟溫那當有沒有中了 莫米糕的圈套 被莫米糕佈置的人暗殺了呢 明日再續